二十一年的婚姻 看似一直以来都很平静 但其实你们生命当中的 一次转折 就是这个二宝的来临 对于女人来说 生孩子 是很敏感的一段时间 你所有的这个思维水平 激素水平都不一样 你会对于女人来说 对所有的事物的感受都加倍 所以生完孩子以后 开始重新地思考你的人生 甚至连大宝出生那一段时间 他的种种不好 都又重新地翻过来 在你自己的心里 你忽然间觉得自己好像活明白了 很多事情是该做一个了断了 经济在婚姻当中不是全部 但是它是基础 如果没有经济基础的话 这个房子一推就倒了 就像你们现在这样的样子 而他表述的你对他不好 说起来就是您的暴脾气 我听到了跟保安也打 跟老婆也打 孩子吃个东西也打 这二十多年 您一直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几乎就是这样的 对 他没有办法再忍受这样的婚姻了 因为你负担了大宝 二宝的生活 你不想再负担这个三宝的生活了 在你们家里 您要是真的想跟他复婚 我觉得最基码的前提在他心里 就是你起码要把两个孩子的生活费给到他 他可能才会考虑 现在有这样的能力吗 会有的 我现在也在做一些事情 通过这个事情对我的打击也很大 所以感觉到还是要靠自己努力吧 人生就是这样的 三起三落 可能站在巅峰也可能身处低谷 您现在就处于这种低谷的状态 但如果你自己不决地崛起的话 我觉得你太太可能是没有办法伸出这只手的 我们不会去判断 孰是孰非 因为在生活当中自己的苦 只有自己知道 他肯定压力也很大 但就你们目前的这个关系 处理起来如果想要改变 可能就是您这是一个 切口 在你们这段失败的婚姻当中 男士学会了成熟 女士懂得了艰难 而不管是女人在深夜里流下的泪 还是您在我们舞台上 撒下的这些泪滴 其实就是你们的毕业证 这段婚姻结束了 如果想要再重新开始 只能重新参加考试 祝你们幸福 谢谢 谢谢 这个李大哥好 李姐好 你好 刚才在两位这个整个的这个对话当中 李大哥一直在强调 我不是没有上进心 我有上进心 但这个上进心要怎么体现出来呢 我觉得核心问题是在李大哥您这儿 因为我觉得李大姐真的不容易 现在她一个人要养儿子 要养女儿 如果您的再一次回归 是不是真的要确定再要继续养您 就是怎么样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您的上进心的这种存在感 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最至关重要的问题 希望两个人可以继续走下去 但是核心问题在您这儿 看您怎么做调整 只能送您两个字 加油 好 谢谢李老师 生活不易 夫妻要同舟共计 李大哥你想一个问题啊 你有女儿 女儿未来会长大嫁人 她嫁人 嫁一个像您这样的先生 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你还会让她复婚吗 自己去想 我通过李大姐想到了 现在有很多的女人恨嫁 为什么 因为他们看到了一种婚姻的情况是什么 洗衣煮饭我一肩挑 工作孩子我两手抓 我饿了有外卖 出门有滴滴 我回家还得伺候一大爷 我结婚干嘛呀 我一人过得特别知足 我结婚干嘛 我要这老公干嘛使 这就是很多目前女人恨嫁的一个现状 确实 因为现实的原因 可能就是压到你们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是 如果你没有能力去 挣那么多的钱 养活他们你儿仨 那您就在精神上 给予他们更多的爱护和关心 但是您恰巧在两方面都没有满足她 让这个女人爱莫大于心思 因为她跟您在一起生活 看不到未来的希望 她不知道未来的路该走向何方 我们可以说 在这个时间节点她选择离开 有一部分人可能会用唾沫淹死她 因为在您受伤之后 说这个女人心狠 在你受伤了就跟你离婚了 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这个结果 之前是有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 为什么她脾气暴躁 因为她压力大 能力不足 所以她脾气暴躁 她无处可发呀 她只能把这些压力和生活的这些不易 用脾气来解决 要不她无处释放 所以这个婚到底付不付 我觉得经济上的困难 不是一时半刻能解决的 但是情感上的缺失 是一定可以弥补到的 如果你让她感受到了温暖 我相信这个女人不是绝情的 因为毕竟有两个孩子 所以就好好考虑一个问题 您的女儿碰到这样的状况 你会怎么劝她 谢谢